好 大 我的老師 邱小鶴 這個好好吃 它是在家裡徐稍 以三倍的價格賣到國外去 我相信一定會賣到還掉 我覺得好吃比較重要 什麼行銷包裝那都噱頭 假的啊 好吃很重要 行銷也很重要啊 行銷就是把更好的東西 透過合理的價格 跟適當的銷售管道 提供給消費者 好啦 隨便啦 你好像對行銷很有興趣 那你可以去找 我們班的白皂葉聊聊 他對這個很有研究耶 但我對真的沒有興趣 那你對什麼有興趣啊 你大學有填喜歡的科系嗎 不然呢 填到誰不喜歡的系 那你填什麼 我是填三科 那你呢 我 你那麼會照顧別人 你可以填社會工作系啊 你那好像聽起來有無聊 那不然大眾傳播系 你那麼活潑又有創意 很適合你啊 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奇怪 我們是自然組的 你幹嘛一直跟我講 社會組的科系啊 又沒有差 學測也會考社會 也會考自然啊 你又沒有射限 隨便啊 反正你填什麼都可以啊 什麼叫做隨便 你都沒有想過 你未來要選什麼志願喔 有啊 我有想過 可是我比較偏向是 喜歡樹科類的那種 而且 而且什麼 而且 林林想念的大學 可能會沒有 你說啊 我可以提 而且你問這麼多幹嘛 因為我喜歡你啊 所以我要知道你喜歡什麼 未來想做什麼 這樣我才可以探次軍情 偷其所好嘛 你放心 不管你做什麼 都不會投我所好的 OK 你幹嘛這樣啊 跟我說一下嘛 我不會更明白什麼 好吧 我跟你說 除了我的兄弟 跟我喜歡的人之外 其他的人都是別人 所以我也不會跟別人說 你幹嘛 好 你的乳蛋已經吃完了 你這個乳蛋是我的 因為你就是一個 不解風情的蠢蛋 不用再吃乳蛋了 這不是鄭明威跟桃緯山嗎 他們怎麼會在一起吃飯 好啊 那是我的香菇共丸 還我啦 你找的就像一個香菇 你不用子共丸 還我啦 不給 放你 不給 不給 啊 fficient orchestral 把意思 搞不好 出來 你隨便 講難聽 好 用 pist 我就有 有 是 記得 走 走 走 慧哥 你怎麼在這裡 慧哥 你們兩個很奇怪 我出現在我自己的房間裡面 有問題嗎 不是啊 你不是跟班長去買參考書嗎 雖然是有桃尾山山跟屁蟲 可是你可以來一個 神龍甩尾直接把他甩掉 你怎麼那麼轉回來 對啊 正所謂一閃一閃亮晶晶 春宵一刻值千金 威哥 你要多珍惜跟班長的約會時光 約會 我告訴你 我今天出校門 叔叔就把李玲接走了 來參考書 這樣我就懂了 難怪你一副恍神的樣子 還看著群起手套 還站在一個很特別的垃圾板上面 原來是欲求不滿 什麼欲求不滿 包貝爾 你不會用成語就不要亂用嗎 我是在想桃尾山 威哥 你還說他剛剛亂用成語 你一個班長還不夠嗎 誰還在想桃尾山 馬大頭 包貝爾 你們兩個給我聽好 要是以後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還沒講完 你們就打斷我 我就來跟你們打一場 不是啦 威哥 你剛剛說你想桃尾山什麼 我在想桃尾山 今天跟我講的那些話 你們兩個 有想過未來想要選什麼科系嗎 我有想要當拍片的 像泰國不是有一些很好笑的 電影或是廣告嗎 最後我就想拍一個 類似什麼 出戀類鳥事啊 或者是這個高中公司鬼那種 賣出的電影 我有想要當大導演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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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要讀的是電影系 也許嘛 保持你們知道 我家就是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說以後 就邊打工邊賺錢 賺一點大學學費 是 那馬頭 你呢 我想念國文系 國文系 馬頭 你想要超越威哥喔 你不只想要跟賈菲燕 讀同一首大學 然後想要讀同一個科系 不只是賈菲燕 是上次我剛才編寫劇本的時候 雖然那劇本都是我寫的 我才發現寫文章真的很有趣 但是好像很多人說 文科的出路以後不好找 但是不是很多的工作 都跟大學念的科系不相同嗎 所以我覺得 大學要念自己喜歡的比較重要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自己未來要選什麼科系 我除了要跟毛玲玲 考上同一所大學之外 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 就連分組 我也是因為玲玲要當醫生 所以我才跟她選自然組的 威哥 我們兩個當初也是因為你 才選自然組的 只是因為現在才發現 我們想要讀的科系 是社會組才有的科系 所以我就想說 還好我們高二的時候都有學 到時候拚一點也是OK的啦 對 威哥 反正時間很早啊 你在想什麼也不遲啊 你們兩個高超近耶 我跟你講你看有沒有 他根本就是偷偷來啊 他高很近耶 假飛燕 什麼 同一句台詞 怎麼同不同人嘴巴說出來 聽起來差這麼多 不同人家 所以有其他人在那裡頭 只有寶貝跟馬桶 假飛燕 你腦袋出了粉紅色泡泡 你還有什麼 如果飛燕腦袋裡面 就像是粉紅泡泡 那鄭明威就是親自飛泡泡 泡泡泡 我真的很佩服你耶 都已經高三了 還交女朋友啊 跟誰在一起啊 黃恩信 曉飛燕 你們一大早講一些 外星人的語言 我都聽不懂 最佳女主角登寶 拍手 好 歡迎 現在是在演什麼話劇嗎 沒有啦 我們大家現在是在討論 跟正明威在偷偷交往的事情 我哪有跟她偷偷在交往啊 正明威 什麼男人啊 你都承認會怎樣 金小帥都已經拍到你們 親密的照片耶 什麼照片 若要人不知 除非擠莫迴囉 凌凌 看過這些照片了嗎 金小帥 你拍這些照片幹嘛 沒有 我只是覺得這些畫面 很有趣啊 我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有趣 有趣 金小帥 你不要以為我 不知道你想幹嘛 你想擾亂班上的視聽 讓大家看圖說故事 讓大家誤會 我跟陶偉山在一起 對不對 誤會就誤會嘛 你怕誰誤會 凌凌啊 你放心啊 他不是你的青梅竹馬嗎 他怎麼可能會誤會 而且我也沒有無聊到 拿這些照片去讓他誤會啊 那你還拍 我告訴你 你已經嚴重造成我的困擾 還有陶偉山的困擾 我們兩個沒有在一起 親者自欽 你有沒有聽過 還是你現在是心裡有鬼 不然你那麼激動幹嘛 金小帥 你有沒有太過分啊 你有經過我同意 拍這些照片嗎 我真的很難過耶 沒有 你不要這麼生氣 對不起 我就想說 看起來很好玩 我就拍了啊 我沒有別的意思啊 那你下次在拍這些照片的時候 可以說個三二一嗎 你看我這個表情 真的都很醜耶 好難過喔 所以你不是因為被誤會而難過 是因為照片太醜 當然啊 這些照片如果在班上流傳的話 我連死的心都有了啦 金小帥 我跟你說啦 這一張照片 我的右臉比較好看 所以你不要再過來 你看 這照片 我要拍的右臉比較好看 你懂不懂 還有 我是很想要跟正明衛拍照 但是呢 你這構圖真的有夠醜的 你看看 你不會先把手機還我 你先聽我說 你看這個構圖 這能看嗎 你不要這樣拉著我的手 你這樣拉著我 這樣人家要誤會 你怕人家要誤會喔 那你怎麼就不怕別人誤會 正明衛跟陶尾山 你為什麼要這樣偷拍別人啊 你這樣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你知道嗎 怎麼連你都在誤會我啊 我就只是覺得好玩而已 我沒有別的意思 他們那天為了一顆乳蛋 你在那邊針了針去超好笑的 你如果是我 你一定會想我拍 你真的只是因為好笑嗎 不是因為你想要拆散毛衣 跟正明衛 什麼叫拆散 他們兩個都沒在一起 對 他們兩個是沒有在一起 但是我看得出來 正明衛很在意毛衣靈的看法 而毛衣靈好像也對正明衛有好感 不會 毛衣靈是不會對正明衛有好感 你這件事情不要亂講 明衛正明衛以為毛衣靈在喜歡嗎 好 那我問你 如果毛衣靈真的喜歡我 毛衣靈 妳要怎麼樣認為是妳的事 可是我說過了 只要靈妳沒有男朋友 我就不會放棄 妳如果還要繼續講這件事情的話 小心我跟女人朋友做不出 妳真的很天兵耶 妳當我人才那種時候 還在意自己漂亮不漂亮 這很重要啊 這是我跟正明衛第一次合照 當然要美美的啊 妳那是偷拍不是合照好嗎 我不管 在喜歡人面前就是不能醜掉 而且那時候金小帥跟正明衛 都快吵起來了 我要是再難過或是生氣的話 不就是活上加油嗎 不過正明衛那麼怕跟我扯上關係 倒是讓我有一點點難過 偉善 妳對正明衛 絕對不能放棄 既然說好了要追她 就要堅持 除非她把喜歡的人帶到我面前 不然的話 我就會跟她打持久戰 就算被翻白眼也絕不退縮 對了 忘記問妳 那一天妳跟九九去哪裡了 有沒有去吃大餐 怎麼可能 我爸怎麼可能那樣做 他來接我 主要是提醒我 考學測的時候 不可以再這樣市場了 九九好無趣喔 開口閉口都是成績 早知道是這樣 我那時候就冒著 被九九衍生殺死的風險 帶你們一起出去了 怎麼了 怎麼在嘆氣 說到正明衛 我爸那天跟我說 要我不要跟他走太近 為什麼 九九會不會太離譜了 因為他覺得 我把時間花在交正明衛的身上 所以成績才會退步 可是我跟他說不是那樣啦 他就是聽不清楚 九九就是固執 李妮 你千萬不能聽他的 不理正明衛喔 我跟他當好朋友當那麼久了 怎麼可能因為我爸這樣 就不可能要當好朋友 那就好 我就是怕你太聽話了 所以你要堅持你的立場 千萬不能這樣子 就放棄你的朋友喔 知道嗎 走到了 走吧 好 報告 進來 正明衛 怎麼了 老師 我想找妳聊聊 看你一副這麼煩惱的樣子 你想跟我聊什麼 確實是有一點點小煩惱 老師 我不知道我未來的志願 要填軒什麼 我不知道未來要學些什麼 對出社會以後才會有幫助 我現在一點頭緒都沒有 這確實是高三生很常遇到的狀況 但是你現在的選擇 也不一定會判定你未來的路 那老師 你以前高三的時候 就已經選擇要當老師了嗎 這倒也不是 我記得我之前跟龍飛說過 我以前想要當一名國標舞選手 可是我知道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後來還是決定 要練教育 可是熊主任說過 你從以前的夢想 就是要當一個老師 是 他認識我的時候 我確實已經把老師 當成我的人生目標 不過現在想一想 放棄舞蹈還是有那麼一點點遺憾 沒關係 好險你選擇的教育 不然我怎麼會有一個 這麼好的老師 小臭媚 所以老師妳的意思就是說 即使大學自願選錯了 也沒關係 反正以後還有得救嗎 應該是說 只要是你認真思考 做出了選擇 就沒有所謂的對或錯 鄭明威 老師知道 你不是一個輕易做出選擇的人 一旦做了決定 就一定會堅持到底 所以我倒也不再擔心你 反正還有時間 你就慢慢思考 不要急 我知道了 謝謝老師 我回去會好好想一想的 其實老師 我還有另外一件事 想請你幫忙 你說 我不管未來 升學要用什麼管道 我的學科能力都是很差的 我想請老師幫我補習 可是你不是 學業想要突飛猛進 就必須要依賴專業嘛 所以拜託老師了 既然你都這樣說了 我也沒有理由拒絕了 謝謝老師 請 張明威 待會兒我跟林林會先去 學屋處一趟 那你就自己先去圖書館吧 這陣子 我就不先跟梅琦去圖書館念書了 所以以後不用再叫你 為什麼 你該不會不念書了吧 沒有啦 是因為我想靠我自己的實力 努力一下 而且我有請賀老師幫我補習 是我教得不好嗎 當然不是啊 是因為我想了想 你也是考生 如果你還要教我的話 我怕會耽誤到你 我不是說沒關係嗎 教你也是複習啊 可是這種複習 跟教別人的複習 換的時間是不一樣的啊 我想要成為 一個可以讓人家依賴的人 而不是依賴別人 造成別人的困擾 你怎麼了 好像不太對勁了 我要追 要想喝